每吃一口福慧珍舟 张生斩的感动就多一分 27年前张生斩的母亲是海勇教练 因跳水意外全身瘫痪 那时慈忌之工常到家中关怀 带来福慧珍舟 在当年才9岁的张生斩心中 留下深刻印象 太感动了 感动的味道 去年张生斩到清水担任工地主任 他不知道房屋业主蔡琼英正巧是慈忌人 在讨论工程时 偶然间迟到福慧珍舟 勾起他童年回忆 阿姨我跟你讲 我们小时候家里很多 他就说我跟你讲 我以前是你们实际的救济户啦 算蛮惊讶说怎么这个东西好像似曾相似 然后就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的事 这样的因缘巧合让张生斩二话不说 立刻加入慈忌会员 还参加了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活动 以前我们受人帮助 然后现在有能力我们就帮助别人 一口熟悉的味道 一份想要回馈的心念 感动感恩的回忆在心中延续 大爱新闻张贵端李月威 叶金龙王淑青台中报道 记得到视频道